你這樣子 我今天都沒有攻你喔 他們不是為我來的喔 你要知道喔 我心裡很清楚 這你的記者會怎麼不是為你來 我一開始就想訪問你啦 所有人都在拍你走紅地毯 怎麼不是為你來 你太客氣了 你先講完 等一下再攻你 我們確實待會會有兩波的聯邦 請大家 請大家多等待一下 這個部分我也很好奇 因為其實昨天那個通告是 Selina的ID了 也許很多人不清楚這個來龍去脈 不如你也講這樣 對啦 沒有你知道今天很多人都說 哇你這個整個完全被模糊焦點 對不對 但我必須說 我真的被模糊焦點的好開心喔 你知道嗎 我是真心的 我是真心的覺得 我能夠 因為你的確是因為我才上這個節目 是 所以我是非常感謝 我之前就已經跟你講 我覺得我很榮幸 然後昨天下節目之後 那個小孩子有傳訊息給我 他就說他也非常謝謝我 因為這對他來講 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就也是 就回答我說我才謝謝你們 讓我在2015年的第一個月 就見證到這麼圓滿的一件事情 才第一個禮拜而已 就這麼這麼有趣的 對人生真的沒有 我昨天還有一個很深感觸 就是我覺得 的確人在談戀愛的時候啊 那課本都沒有教我們要怎麼談戀愛 你會有永遠的敵人 然後在愛情的時候 你在忙活的時候 的確就會做一些會有點傷害的事情 這是難免的 但是你看你們兩下真的都很棒很好 所以任何在愛情裡面 你知道受挫的人 他都不要想不開 是 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這一晚的沉澱之後 你根本沒有講到重點 他昨天最高興的 以及他之前說答應這個通告 因為這個通告很複雜嘛 第一個是我要答應嘛 對不對 我要願意 第二個是小S要願意嘛 第三個製作單位也覺得OK 很複雜的一個通告 那都答應之後呢 他就說太好了 我終於可以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我可以在現場 我覺得好爽 他就是抱著一種看好戲的狀態 然後進到中天攝影棚 其實他很大氣 他覺得打歌已經不重要 他覺得這個事情圓滿 剛好也符合這次的主題 對 其實更重要 對 好 你放心啦 很多APP的私訊 我不會講的啦 我六點會PO在臉書